大家好 你大麦哥又来 今天是2023年5月6日 今天雨间重磅大事 你大麦哥赶紧给大家播报一下 这个事可以说是男子舰体界的核弹 谁要回来了 四届奥赛男子舰体冠军吉尔米 大家回来了 今天吉尔米正式宣布 还有六个月的时间将会参加今年的奥赛 挑战INBANK的冠军头衔 吉尔米大家知道 他是一名著名的男子舰体运动员 在几年前他退出了职业比赛 但是今天他计划 在2023年的奥林匹亚 他再次出战 吉尔米在社交媒体宣布了 他的付出计划 并暗示可能已现任冠军INBANKS 在6月8日记住 6月8日的比赛中展开特别的竞争 吉尔米实际上在高中踢球的时候 他的颈部和背部受了伤 结果他转到了健美 小伙子在2013年拿到职业卡 在当年迎娶了男子舰体奥林匹亚的冠军 2014年吉尔米继续战斗 他又取得了冠军 随后成为四届奥林匹亚男子舰体冠军 但是不幸的是 在2018年 他是最后亮相于奥林匹亚 输给了三次冠军布兰登 本来在2019年 吉尔米曾经在社交媒体暗示要复出 当时不是准备要和奥林匹亚冠军布兰登 咖喱两个人合作准备要复出一下 结果没成 结果疫情来临一下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吉尔米分享了不少的训练 惊艳 而他刚刚宣布的重磅付出 给我们的健美爱好者 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在这几年 吉尔米曾经也亮相过一些古典的造型 引起了人们想 吉尔米是不是会参加古典 但是最终没有成形 这只是一个传说 吉尔米计划 在登上奥赛舞台 他决定把体重控制在225磅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在去年9月 也就是奥赛前一段时间 吉尔米和奥赛的冠军 Ian Bank两个人产生了口角 当时吉尔米看着Ian Bank 心里就有点不屌 还说这个Ian Bank 你这个不尊重其他的参赛运动员呢 而当时一些男子健体的大V 比如像布兰登出面也表了态 后来这个事就不了了之 直到去年年底 Bloom Bank取得了冠军 那可这火药味非常浓 那吉尔米实在是坐不住了 这不刚5月6号 吉尔米已经宣布 在6个月的时间准备再一次进军 而吉尔米代表的是 当年2014151617的当时的风格 而奥赛对于男子健体的标准 也有所改动 吉尔米还能符合奥赛的口味吗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好事 对我们健美健身爱好者来说 这场比赛将会是非常的精彩和好看 吉尔米的背部一直是他的强项 而Ian Bank的背部也不弱 就这几个小时之内 两个人已经在这个互联网上 进行了背部的较劲 吉尔米作为亚洲的魂血 他这个形体还是这个腰有点长 但是Ian Bank 他确实形态比例都挺好 再加上个高 我预计吉尔米有可能取得前三 甚至前四的成绩 这吉尔米大吉尔米回归 那小吉尔米现在也坐不住了 小吉尔米现在还没有表态 那目前看还是稀稀拉拉 又古典又健体 也不知道小吉尔米目前到底要干什么 他精子冷冻了没有 大小吉尔米上纳今年疫情之后的奥赛 我跟你说 为什么你大美哥这时候会违规呢 男子健美健体 也将会第三次爆发春天 就在这个时候 你大美哥非常欢喜的 颜首名的首名亮出了 是无必的肌肉 这首臂这种形态 这种尺寸远超于山岸秀框 赶上当年澳洲小李子了 虽然这个纹身我看不清去写什么 但是我可以猜一下 写的是天下一我为尊 我是黄 后继而勃发十八载 终夺冠 这个水墨纹身是相当的厉害 我跟你说 今年首名99.9% 它会出现在澳赛的舞台上 好了今天的重磅节目就到这儿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点赞女性专长 是非常精彩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